手慢一点好吗 这样穿了 对 它在哪里 开箱 好棒啊 好小一只 夏老师 是 我给您 讲一下导盲犬 它的一生是什么样的 我们会从小狗就去挑 教他的爸爸妈妈 祖上三代 有没有过咬过人 教会来之后 把他们送到 社会上的寄养家庭 去熟悉人类的社会生活 人类的社会规矩 一岁的时候 接到学校来 学习这些专业的科目 比如说带导盲 安恩原地等待 过班马线找座位等等的 然后学校的狗狗呢 会优先作为导盲犬 来进行训练 如果导盲犬的考试没有通过 就会给他学 自闭症治疗犬 导盲犬服务犬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 再不通过就回去 这边是我们 所有毕业的狗狗 这一只呢 是两个身份 他其实导盲犬 又是治疗犬 通明 我们的双学位学霸狗 双学位 对 哈喽 这是那只双学位的狗 就是紧张地发抖了 妹妹 妹妹你咋了 他平时见过更多的人 不知道今天为啥 真的啊 他尾巴好脆 他害怕了 好了 我们先给他放松一下 让他先放松一下 导盲犬 他的训练就是让狗狗要时刻 跟从人的指令 作为一个成熟的导盲犬 他要原地等待 等一到两个小时 在以后他的工作环境当中 不光地上可能会有小玩具 旁边可能还会有 什么鸡鸭鱼肉 各种气味的诱惑 他都必须要在穿着安居的时候 保持冷静和专注 学宝来 学宝 还行啊 没有犯错误 学宝 这个诱惑可大了 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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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诶 有感觉到他的力气 走慢一点好吧 我现在是被他溜 是不是 杰 他一定要穿这个 对不对 对 工作的时候 一定是要穿的 他没穿会怎么样 他没穿 别人会误解他的身份 对 这是他的俩脖子 这样穿了 对 他也认识 他在哪里 从最下面那个铁环穿过来 这样 对吗 耶 错到 哈哈 咪咪咪 哦 耶 Good boy 还笑 耶 哎呦 好棒啊 还挺会的 还挺会的 好嘴 耶 耶 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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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几公斤 不到 不到五公斤 对今天七月十啊 哎 正好两个月 正好两个月 嗯 不到五公斤 对 好小一些 啦不啦的 哦 他的条件是最好的 怎么说 特别安静 也特别亲和力 跟人都特别好 哦 小说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现在小时候都要挑一批 有一个最好玩的情况 一条岛盲人带了三个盲人 从湖北武汉 他们坐火车 坐到长沙 去旅游去了 狗狗不认识地方 哦 现在是年轻人用着导航 来指挥狗狗 因为狗狗知道口令 向左向右之行 哦 明白 三个盲人 一条狗 出行了一个旅游 我们付出这么多 真是很值得 这样子的回馈 对你们应该是有很大的支持 学生出去学校以后 然后再回来让学校很骄傲 是您这说法 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高材生出去了 他在工作中实现他的价值了 这时候给这些弱智群体 带来的这种生活上的支援 让他们有尊严的出行 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其实导盲犬和治愈犬 全部的这些犬肢的使用 都是免费的 如果说出现这种 有人收费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它不是 是一个纯工艺的基地 的确我也以为 会是这样子的状态 对 我们如果说收费 那它就变成一个奢侈品了 那只能是有钱人来用 那真正想使用导盲犬 平常人他可能用不到了 他没有钱来买这个 第二 我们为了狗狗的福利 从来不卖狗狗 如果我们在工作中 或者在出现的时候发现 它有虐待的情况 我们可以及时把狗狗收回来 保护狗狗 如果说卖给它了 那我们在将来收犬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生活中 如果看到导盲犬 带着盲人在走路 就不要去叫它 不要去摸它 也不要给它喂东西 因为盲人和导盲犬出门也是很困难的 对 是 因为其实之前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导盲犬 但是我也不知道导盲犬 其实它也有一个很严格的训练 跟挑选的过程 然后来到这边看一些小狗 真正贴近人的样子 所有这些训练是 投入在这些猫小孩里头的这些爱心 以及真心很希望可以回馈给这些残疾人士的一些帮助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爱心回馈圈 好 好 谢谢